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呀 我是想提醒你们俩 中午别忘了一起过来吃饭 2022年了 妈妈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妈妈 不会忘记的 对了 小说那天推荐给我的插花教程叫什么名字 我今天刚好有空 想学一下 应该在书架上 我去帮你找找 有话拍给你 好 插花教程 放哪儿了 这是 一封信 给我的简信 很久没写信了 提笔的时候 你正在我身边 睡得好像一只甜甜的小猪 迷迷糊糊说闷话的样子 好可爱 实在不忍心吵醒你 今晚的窗外 月亮星系 想起你之前在信中说到 我出差的那几天 我出差的那几天 夜空既没有月亮 怀里也没有我 那时候我们分别不过五天 但我一想到 你撒娇又失惨的那个表情 我的小可怜 我真恨不得马上长出翅膀 飞回你的身边 小坏蛋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身上啊 时常有种哲学家的特质 浪漫起来 又像河岸漫步的引游诗人 哲学的洞察 诗的热烈 这些结合在你身上 简直迷人的不像话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 也看过不少爱情著作 虽然他们常带有 至死防秀的特性 但我总觉得 生活和故事之间 是有界限的 就像我 喜欢数字 因为他们条理清晰 逻辑严明 这是我曾经对爱情的定义 却也是 自己无法完全投入 一段关系的原因 还记得很久之前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一起去签脑糊度假 我正在帮你受伤的 那只手伤药 然后 晴晰 你左手伤 为什么这么多薄剑 你在玩什么器械 枪 弩 刀 双截棍 只是随便玩玩 枪 你有 我有持枪症 放心吧 要是有人欺负你 我会保护你的 那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脏好像有种 被挠了一下的感觉 倒不清的滋味 第二天清晨 你又抱着N和B 好像抱着两只大白熊 非得缠着我陪你去遛狗 那时候的你啊 真是危险又可爱的要命 让人不知所措 你或许还不知道 其实那段时光 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之一 而我的人生中 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能够聚化这个幻想的人 就是你 过去的我 经常被深深困扰 如果失控注定是爱情的附加 那为什么这三十多年 我总是置身在注定之外 你总是说 是我教会了你 怎样去爱人 但对我来说 你也是爱的最终大案 赵俭信 我爱上你的时间 或许比你想象的 比我自己意识到的 还要早得多 突然想到 去年夏天在苏州的古镇 有个穿汉服的大帅哥 要给我摘星星 他跟我说 虽然摘不下来 但对我的爱 永远都是真的 我也想对他说 我不要什么天上的星星 因为我身边 已经有了一颗最亮的 最无可取代的星 未来山高水长 我愿意做他 一生的月亮 不知不觉 已经2022年了 新年快乐 我的Superman 锦勋 我找你半天了 饿了吧 我给你做了早餐 怎么了 我愿意 做他一生的月亮 看到我给你写的信了 不想吃早餐了 想摘 只属于我的月亮 好 任你处置 请不吝点赞